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外面這叫做地道小舟 平常是用來再採再追割 但是在外面的時候 裡面就能唱唱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來也是有來做這種船 有嗎 雙型刀的時候 有時候夾到手指 所以手不能伸出去 有時候我們開玩笑跟客人講 有餓魚咬啊 你會震著也不敢做 這麼快 唉唷 為什麼會有男的在划船呢 不是說你的嗎 它本來都是你的 現在那個船服務人不夠 打給出動 那裡面有蟲嗎 沒有 裡面中心的 它沒有甜味的 它沒有甜味的 沒有甜味啊 淡淡的 不是Q的 裡面不是有蛆嗎 這裡面也有潭土魚喔 那是他們越南古吃的這個 那有沒有招潮蟹 沒有 打越戰的時候啊 他們一些越攻啊 他晚上啊 他躲在那蟲林裡面呢 用那個離土插到臉 黑黑的 只剩下那個頭上來而已 那個水都 那個身體都泡著水 然後呢 然後他們就等那個水井經過的時候 就開槍 水井是屬於藍越的就對了 它配合嘛 美軍啊 水井啊 配合嘛 哦 下面就在那個武器的 哦哦哦 以前是 上面在水果 對它很暗啊 對它這麼高的 哦 在椰子啊 什麼木瓜 風梨啊 對它滿滿的 然後水果下面就是武器 這塊木板下面那層就是在那個子端的武器 這裡沒有人管 哪個 這個船 這個是上面住的人的 所以這是他們家的 這是它的停車場 哦 這是它停車場 哦 像這個也是啊 對那個也是 哦 這個是這樣啊 然後他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他還有在用這個交通工具就對了 是啊 就是靠這個啊 沒有怎麼過去啊 這樣專定一公里方 那麼來去坐坐 這個 拿回到洞車 我煎的時候 他們那些外男人是怎樣 吻武器 吻牛膝 這也是很趣的事情 你說是不是 哦 好不好玩 好玩 哈哈哈哈哈哈 注意看 在外男人 如果是在家中 就會餵蜜 那如果是魚 就不能餵蜜 為什麼 聽說蜜 會種到魚仔幹燥